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您知道吗 你每天煮焦的一块口香糖 可能会让你吞下数百颗塑胶微粒 这个不是阴谋论 而是美国化学学会 最新公布的研究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 口香糖背后的惊人真相 微塑胶如何悄悄进入我们的身体 又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根据美国化学学会ACS的研究 市面上的大部分口香糖 基底是塑胶聚合物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塑胶材料 例如聚乙烯和聚乙烯醇醋酸酯 当你煮焦的时候 这些成分会因为摩擦 涂液分解 释放出数以百计的塑胶微粒进入到口腔 这些微粒在几分钟内就会被你吞下去 那么什么是微塑胶呢 它是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 它们可能来源于化妆品清洁器 塑胶容器老化以后 根据估算一个普通人 一年可能吃下超过5万个微塑胶颗粒 你可能会问这么小的塑胶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答案是会 而且影响非常的深远 它们首先会造成肠道的维生态的失衡 微塑胶可能破坏肠道菌群 造成胀气消化不良 免疫功能下降 它还可以干扰我们的内分泌 塑胶中的添加剂 像零本二加酸酯 双分A 它们会干扰我们的激素 荷尔蒙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殖健康 甚至影响到你怀孕生小孩 另外就是有细胞毒性和炎症的反应 科学研究发现 微塑胶可能会穿过肠道的屏障 进入到血液甚至脑部 引发慢性的炎症 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病人 他莫名其妙的血液里面这种炎性指标就增高 在大脑里面你看它的定量脑电图 大脑有平均分布的广泛的不正常的脑电波 常常就是这种慢性炎症反应 从中医角度来看 口香糖属于多气少精 也就是说它会过度刺激阻嚼 耗伤精液 甚至甜蜜蜜的口感 容易生湿 伤及脾胃 长期阻嚼不但不清心口气 反而让脾虚湿肾 口味更重 还可能出现肤胀便秘 脸上出痘痘等等 在儿童和青少年这个吃口香糖造成的危害更大 现在很多家长喜欢让孩子吃口香糖来抗拒零食 但是你知道吗 儿童的肠道屏障还没有发育完全 更容易吸收这些异物 尤其是青少年 他正在荷尔蒙调节的敏感期 失入了微塑胶对身心发展的影响 可能就更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青少年 我们很多小孩子 在进入青少年期之前 是一种性格 一种行为 进入青春期以后 好像就会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些都跟他体内急速的调节的变化有关系 同时也会跟他在这个阶段 身体产生对各种各样生物化学的东西敏感 造成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各种各样原因 像微塑胶造成的身体的慢性炎症 那么当然口香糖它只是冰山一角了 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吞下微塑胶呢 我们来列一下 首先是瓶装水 这个塑胶瓶微粒 然后塑胶的包装食物的东西 特别是你用微波加热的时候呢 它释放出更多的微塑胶 还有就是海鲜和鱼类 很多海鲜呢 它在污染的这个水里面 有很多塑胶的成分 另外就是洗面乳和牙膏里面的一些磨砂的颗粒 现在有的已经被禁用了 但是这里面也会含有微塑胶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吗 别担心 我帮你准备了几个无害又健康的替代品 首先我们可以用天然的薄荷液来替代 它清新口气又促进焦化 含一片成片或者成皮也可以 还有化石形皮养胃渐气的作用 少量的盐水或者茶水漱口也很好 它能保持口墙的清洁 降低细菌的滋生 如果你搭配一些排毒的茶饮 或者益生源食物 帮助肠道代谢塑胶和毒素 像蒲公英、三渣、菊明子等等 现在的生活看起来很便利 但是它潜在的健康的陷阱 越来越多 就连一颗小小的口香糖 背后都有我们没有想过的风险 那么你每天吃几颗口香糖 请留言告诉我 你都吃过哪些品牌 也把我们的影片分享给身边 喜欢主胶口香糖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从生活的每一口开始 守护我们的健康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 也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有什么问题 你希望我们更多的探讨 也请给我们留言 好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